請大家動動小指頭啊看完影片就幫先幫我多訂閱 啊訂閱的部分就是按這裡 帶有釣組的升級版啊然後帶有鉤一號啦 跟八色的珠子都上架了 那有需要的釣友再上來看一下 常常出去釣都會遇到很多釣友說那個LINE的QR Code 要放到影片上面讓他們加顯霸的LINE 那放上來了啊 那郵局寄送的部分運費一律就40 那有需要再加啦 假設這個是水面上嘛 假設這水底啊 這水底 這是水底嘛 水底的部分 我們剛才說我們水深涼色裝置就是 這個散下來嘛 散下來 點點點點點點 圓在這裡嘛 圓在這裡 圓在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剛才的水深涼色裝置在這裡 我們就知道 欸這多少層 這個層 這個層樓我們有聽的我們目測大家知道嗎 比如說兩米 兩米好了 假設兩米分 兩百公文層嘛 兩百公文層嘛 我們就知道嘛 對 好 好 假設 好 我們先說 調蚵仔好了 調蚵仔 通常 我們的調蚵應該通常都是幾 正用垂直的看好了 因為這樣拍 來拍 不拍 就是譬如說 要彈來 好 拿下來嘛 我們圓在這裡 好 啊 丟蚵仔的部分 丟蚵仔的部分 好 我們先說丟蚵仔好了 丟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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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丟蚵仔的部分 就是看流水的金門 去選到牠的鉗的重量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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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依 依當時的水流數去決定這個重量 反正丟蚵仔都不能老就對了 阿你要捲 捲緊的時候 你捲緊那個桿尾的時候 就是 不可以會老 阿 阿 阿 丟蚵仔就是 層底不加浮標 阿層底不加浮標 層底不加浮標就是 因為我們放在頭上嘛 所以 我們彈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這樣 膠子是這樣 好 阿 阿 就是我們用垂直面來 我們等一下 要怎麼打 就是說 其實這個角度 我們再用另外一個 琴節角來看 我們的 這個蚵仔的素應該是這樣 阿 這是琴節的部分 阿 要怎麼打在這個位 阿 假設水流是這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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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米青嘛 我們都說兩米青 如果水流是這樣流的話 就要去看一下水流數嘛 阿水流數 我們沒辦法穿嘛 所以你就是要目測 或是你 你在你的腳下 丟一些飼料 看水流跟外面有沒有一樣 阿 看那個 那個 我們再來判斷 譬如說 它的水流速 欸 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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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米青 阿我的流 要打到哪裡 我的流 可能我打在這裡的時候 一個一個 它隨著水流的時候 它就這樣飄飄飄飄飄飄嘛 所以流流飄飄飄飄飄 在這裡 剛才在這裡 阿水流如果比較快的時候 我待在這裡 流下去 等在這裡 他還要來加嘛 所以 我就不用再等到這裡 我可能往這邊 再移一點 阿去測試 阿它就飄飄飄飄 吼 水流速比較快的時候 它就飄飄飄再來了嘛 再來線就要在這裡 也要到我們的高的部分 它才會 他才會把我們的 他才會把我們的 豬魚才會叫嘛 他無論為豬子是 對不來的嘛 所以你要想在這裡 阿若看你在想 都老人也在看 假設你的 料理金老的老人 所以 你就要去看 所以 你要衣製水流速 阿如果是 雅溜的時候 雅溜一定去打點 嗯 雅溜打點 他就這樣下來 吼 垂直下降了啊 看你釣除沒有作用 它就會垂直下降 在墊樓的時候 所以你要去看樓梳 有時候沒什麼樓 那沒什麼樓可能打架就夠了 所以你要去判斷這個 這個樓梳我沒辦法跟你說他多快 這個要靠經驗 你要看 這可能是鐵樓 去樓的時候 是不是外面 現在樓梳快 我還要打架 這兩米我可能要打在三米方的地方 這樣樓樓樓 樓就樓樓樓 樓來我會丟住 現在樓梳了是不是 我可能要打的兩米 樓梳的地方 它會剛才樓下來 樓到這樣 樓梳是不是會變成這樣 樓來要打成這樣 所以你要去判斷去樓梳 樓梳在那裡 我們比較常要怎麼打 你就是會變成這樣 烏魚的部分 你就是 你打的時候它就在這裡發酵 所以你的魚就會先來這裡幾分 所以就要走來 走來走來這裡附近 就會知道我們的足夠煮 在丟外 這樣應該不算難吧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就不難 好 好 好 來 再來實際操作一次 烏魚的部分 好 好 一樣 就是 打耳釣組一樣 打起來就是 八字環先別上去 阿烏魚差別就是 不用不標 好 別上去一樣就是 因為我都用好了 一支一支薄出來 好 阿一樣 那薄 卷線去 那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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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浮標 第二層底的 烏魚 就是第二層底 阿 千的部分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八錢一兩 一兩二 都可以 八到十二 阿 在那薄 筋 到真的 沒辦法 才用到十五 阿不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不會流 阿你流 流不去 你隔了 還可以 就是 阿實在中 給你們看 好 好 好 然後就是要打 阿 剛才有牛水 千萬有才五米 你就要去找看 這些流水 阿 要怎麼去打那五米 好 哇 打到的同時 你看 鵪在這裡 好 這個訊號還蠻明顯的啦 你也當個慢動作 可以幫一下 好 阿 釣魚就是這樣 也是要去算 就是算看你 要怎麼打 我才會打到自己 你別人打一打的 都別人在釣魚 這樣你會很辛苦 當然 那個打釣魚釣魚也不錯 這是你沒有湯爽爽的 阿 這個場地也是 是因為 也還釣蠻遠的啦 他這裡也是 吃點脆的 所以 這麼多 逆風 所以你鵪爽的部分 也是要看一下 不是我們那邊 都打 都打面前而已 大部分 現場的人都是 現場釣魚 大部分 他們打了都打面前 因為他也不出力了 阿 因為冬天 風在頭 所以還是要長鵪爽 阿 最近就是 做的這支鵪爽還不錯 最近這卡鵪爽 卡鵪爽 還不錯啦 也是100公分 阿 在爬的距離也不錯 阿 浩哥也不錯 阿 很多釣魚都 都 有來私訊 所以就是 有花了一點點時間 做 幾支 阿 陰勞歡呼 就是有幫人處理 阿 不過還是要等 等 過完點再寄 再看一邊 長鵪爽 市面上就是買不到 好 注意看一看鵪爽 這個也是 很大 阿 烏魚就這樣 掉 教學的部分就是 這樣應該都看得懂了 希望新手 就是可以直接看影片 比較快 用溫的太慢了 用溫的打字 那個都太慢了 所以 先把就做了這兩片 虱目魚跟烏魚 給大家去做參考 吼 包括吊組怎麼弄 阿 水深怎麼涼 然後 料怎麼打 都講完了 阿 就這樣而已 這個其他就是靠自己經驗 阿 沒有招教到大家的 阿 就是多練習 阿有需要就看就行 阿沒有需要的就當參考 阿希望大家都能 大搖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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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